美国矽谷银行闪电倒闭引发关注 外媒披露 SVB受连准会升息冲击 2月底层早上高盛求救 但高盛为该银行制定的计划存在致命缺陷 包括借卖债券、筹措现金 以及制定股票发行计划 最终引发市场恐慌 进而导致SVB迅速倒闭 华尔街日报以矽谷银行的最后时刻 高盛的经言如何成了吹命符为提撰文 指出受连准会升息影响 SVB存款及手上债券投资组合 价值急剧下降 穆迪先前正准备下调 对SVB的信用平等 报道提到SVB为尽速重整财务 公司高层2月底层早上高盛寻求资金建议 双方沟通大约10天 决定借卖210亿美元债券筹现金 最终导致近20亿美元亏损 SVB更计划出售股票 使投资人惊慌失措 隔日SVB股价重挫 拥有大量损款的初创公司 以及投资人都陷入恐慌 进而爆发对极潮 一天之内从该行踢走420亿美元 SVB随后以金额速度倒闭